这期继续分享农民第135篇 赵长强退下后 就轮到林浩献上自己的礼物了 行过礼 到过贺词之后 林浩忐忑不安地 将自己手中的卷轴递给了吴老爷子 让林浩松口气的是 吴老爷子很高兴地接过了卷轴 笑呵呵地打开 还不断招呼自己的儿子 英雄 你懂话 你过来看看 这幅画怎么样 吴英雄看到老爷子手中展开的卷轴后 不禁先是一惊 他是个书画大行家 并且收藏了好几幅陈小刀的作品 他搭眼一看 就知道这是陈小刀的真迹 并且艺术价值非常高 吴英雄奇怪的是 林浩是从哪里得到陈小刀这幅真迹的 要知道 陈小刀虽然是当代的大家 但是他的作品 在市面上却很少见 一话难求 一字千金 吴英雄不禁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浩 心中思量开了 陈小刀的这幅画 绝对价值不菲 至少也要几十万 虽然林浩的礼物 不是送给自己的 但是毕竟是送给自己的老爸的 他已经涉嫌行贿了 他的动机又是什么 自己应该 不应该让老爸收下这幅画 要知道 在座的只有赵长强和林浩是外人 也是官场中人 其他人都是吴家自己家人 也不在官场混 无论他们送给老爷子什么东西 都无所谓 但是赵长强和林浩就不同了 他们送什么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搞不好一场好好的助寿 就成了行贿受贿 赵长强的礼物还好说 不过是一坛酒和两只小鸡 那坛酒连包装都没有 一看就是自己酿制的 赵长强应该没花钱 再说了 凭借吴英雄对赵长强的了解 赵长强也不是喜欢行贿的那种人 但是林浩的这幅画可就有些问题了 价值几十万啊 这东西可不是随便能收的 林浩正坐在那里 等待着无老爷子的评价 忽然发现 无英雄严厉的目光朝自己扫了过来 他心中不禁一颤 不经意地将视线从无英雄的身上移开了 无老爷子可是活了八十多岁的人了 用他的话说 吃过的大米堆成衫不叫本事 老子见过的死人都能绕地球一周 他大眼一看儿子的眼神 就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于是老爷子马上干咳了两声 说道 嗨嗨 嗯 林浩啊 这幅画是你自己的作品 老爷子虽然已经看到 作品的落款是陈长寨 但是他对艺术一道一窍不同 也向来不感兴趣 所以他还真就没听说过陈长寨这个名字 谁知道他是不是林浩的花名 自古以来 搞艺术的人就喜欢起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哦 不是 林浩连忙说道 哦 那就是花钱买的了 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这我可不能收啊 老爷子说道 林浩心中不禁一惊 自己费尽心机 才让赵长枪 给自己弄到了这幅画 如果吴老爷子不收 自己的一番心思 岂不是就白费了 必须承认 林浩选择礼物的时候 考虑更多的是吴英雄会不会喜欢 而不是吴老爷子会不会喜欢 现在他好像要为这个想法吃苦头了林浩慌忙站起来说道 老爷子 吴富省长 这幅画不是我买的 是赵老弟帮我从陈长寨那里求来的 没花钱 吴富省长信不过我 难道还信不过赵县长 再说了 陈长寨的怪脾气 文化界的人都知道 他从来不卖自己的作品 老爷子 你就放心收下吧 我可以作证 这幅画林哥是真的一分钱都没花 倒是费了我十几个鸡爪 七八个咸鸭蛋 还有一提青岛啤酒 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 找个机会敲林哥一顿呢 哈哈哈哈 赵长枪在一边笑着说道 屋子里众人听到赵长枪的解释 不禁全都笑了起来 吴飞玲一边抿着嘴笑 一边再次深深地看了赵长枪几眼 他忽然觉得 爸爸之前对赵长枪的评价 好像还算重肯 是不是文武全才 吴飞玲还不得而知 但是他却隐隐感到 赵长枪倒是有几分鬼才 这一点 单看赵长枪今天 送出的三件礼物就知道 实际上 哥哥吴飞羽的酒 林浩的画作 都得算是赵长枪的 因为他们 都是从赵长枪手中得到的东西 难得是这三件东西 在老爷子眼中 好像都非常的讨喜 尤其是赵长枪送出的两只小鸡仔 更见赵长枪的奇特之处 如果是一般人 第一次给副省长的老爷子拜授 恐怕说什么 也不敢弄两只小鸡仔当礼物 但是赵长枪偏偏就敢 而且老爷子偏偏还就非常喜欢 这个男人好像真的有些意思 他的世界真是让人猜不透啊 吴飞羽不仅想到 赵长枪好像感觉到了吴飞羽的目光 不禁笑着朝吴飞羽瞥了一眼 吴飞羽感觉到赵长枪有好的目光 脸上竟然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红韵 然后将头扭向了一边 吴飞羽感到自己的心竟然乱了 他一向自诩 自己是女神般的存在 从来不曾在男人面前红过脸 包括在男朋友锐郎 波拿马面前 但是今天 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眼前这个叫赵长枪的大男孩身上 好像有一种魔力 紧紧地掘住了他的心 让他欲罢不能 吴飞羽却不知道 他刚才和赵长枪 看似不经意的眼神交换 却都被他的男朋友锐郎看在了眼中 锐郎眼睛盯着赵长枪 看了足够一分钟 他心中对赵长枪的恨更浓了 这个家伙一直将吴飞羽当成自己的女神 现在赵长枪竟然对他的女神眉来眼去的 他焉能不痛恨赵长枪 不过现在毕竟是吴老爷子的生日大宴 他还不敢放肆 只能将对赵长枪的恨埋在心中 等待着爆发的机会 此时 其他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吴老爷子和那幅画上 却没有人发现赵长枪 吴飞羽和锐郎三人之间的小动作 吴老爷子听了赵长枪的话后 这才放心地说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将这幅画笑纳了 哈哈 英雄 你还没说说这幅画怎么样呢 吴英雄曾经隐约听说过 当初赵长枪和陈小刀的恩怨 可以说 原来的陈小刀变成了现在的陈长寨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赵长枪 凭借赵长枪和陈小刀的关系 他应该不难弄到陈小刀的真迹 所以他听了赵长枪的话之后 也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不再打算让老爸拒绝收下这幅画 爸 你怎么看 吴英雄知道老爹的脾气 对于艺术欣赏方面 他的意见永远和自己意见相左 如果自己说画法好 他必定要说意境好 如果自己说意境好 他必定要说画法好 所以 吴英雄索性让老爷子 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呵呵 我看这画画得好 好像专门为我画的 你看前面这条河 就代表浮如东海长流水 后面这群山 就代表寿比南山不老松 哈哈 还有这夕阳 这就代表夕阳无限好吗 上面这个灵波虚度的人 就是我吗 不过后面画上这么多落水儿童 实在有些美中不足 画蛇天足 哈哈 赵长枪和吴英雄等人听着吴老爷子的赏息 不禁面面相去 目瞪口呆 陈大师好好一幅富含禅意的静心图 竟然被老爷子如此解读 这也太奇葩了 英雄 你看老爹说得怎么样 老爷子捧着画 一番评头论足后 还不忘骄傲地征询一下儿子的意见 儿子是书画鉴赏方面的大家吗 当然需要他评论一番 好 好 爸爸鉴赏画作的能力又大大的提高了 我都望尘莫及了 哈哈 吴英雄笑着对老爸说道 今天是老爷子生日 一切已能让老爷子高兴为主 再说了 艺术嘛 本来就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只要能有字 挤得感悟就好 吴英雄本来以为 这次自己完全是按照老爷子的意思说的 老爷子这次肯定不会和自己抬杠了吧 没想到他的话才刚说完 却见老爷子冲他一瞪眼说道 扯淡 真以为老子一点话都不懂啊 就算老子不懂话 老子也识字吧 这上面明明写着静心图嘛 人心静出人如山 好 好 画好 字更好 意运更是超人一等 老爷子说到最后 竟然随口周出一句打油诗 有朝一日太云去 笑看世间梦中人 这幅画送给老年人好 送给当官的更好啊 人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无论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只要心能静下来 就永远不会迷失自己的本心 也就永远不会随波逐流 录录一生 哈哈 好画 好画呀 赵长强 林浩和吴英雄等人 再一次面面相去 目瞪口呆 就连吴英雄都看不透 自己的老爹 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了心说 哎呀 老爷子的艺术鉴赏能力 什么时候 竟然到了这种高度了 嘿 竟然还出口成章了 林浩看到老爷子 不但收下了自己的礼物 而且好像还非常的喜欢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落到了地上 他知道 也许今天 来给吴家老爷子祝寿 并不会对自己的仕途 有什么帮助 但是如果自己有一天 真的有事情求到吴英雄面前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 或者是太过分的事情 吴英雄应该会给自己网开一面 林浩的心是放下了 但是瑞郎先生心中 却更不爽了 心中一个劲的思量 怎样给赵长强找点麻烦 让他出点丑 这家伙想不到的是 九燕开始后 赵长强没出丑 他倒是先出了一个大丑 林浩献完自己的寿礼之后 这个敬献礼物的败寿环节 就算结束了 赵长强和林浩 算是搏了个满堂彩 吴家的人 对他们也更加热情了 此时 保姆从外面进来说 酒席已经预备好了 请大家入席 众人互相推让着 来到了餐厅 分宾主长又依次坐下 保姆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菜 端了上来 今天虽然是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但是严席也就是普通的一桌 锁上的菜品也都非常的普通 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菜肴 由此也可以看出 无英雄一家人平常的生活并不奢华 老爷子 先品尝一下我的红酒吧 赤霞猪葡萄 波尔多著名酒庄酿造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瑞郎献宝式的 先打开了一瓶 他送给老爷子的红酒 亲手在无老爷子酒杯中 倒入少量红酒 口中说道 老爷子 你先尝一下 老爷子虽然是农民出身 但绝不是土包子 他端起酒杯 轻轻地来回摇晃了几下 让酒夜和卑鄙充分接触 待充分醒酒后 才小饮了一口 然而 他刚把一口酒喝到口中 便忽然扑的一声 全都喷了出来 怎么了 老爷子身边的无英雄 马上紧张地对老爷子说道 咳咳咳 老爷子使劲咳嗽了两声 然后才看着瑞郎说道 呵呵 那个铁木先生 你的酒是假的吧 假的 不会吧 产品介绍上写得明白 赤霞猪葡萄 波尔多酒庄酿造吗 怎么会是假的 瑞郎情不自禁地嘟嚷道 这家伙正在嘟嚷呢 吴飞玲已经一把抓起酒瓶嘴 对嘴便喝了一口 扑 吴飞玲也一口便喷了出来 他只觉得这酒又酸又涩 还辣乎乎的 这哪里是什么波尔多红酒 简直和毒药差不多 如果这酒 不是他和瑞郎一起选的 他恐怕早就对瑞郎破口大骂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灵儿 你们这酒是从什么渠道弄来的 吴英雄一脸严肃地问道 虽然这件事情并不大 但是今天毕竟是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喝酒竟然喝出假酒来 而且是价值五万美金的假酒 怎么想怎么让人隔应得慌 爸 我们是从某宝上面买的谁知道 吴飞玲懊恼地说道 吴英雄脸色一变就要训斥女儿一顿 却看到吴老爷子摆摆手说道 算了 算了 这是也不怪他们 都怪那些 黑心伤人 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这酒不会有毒吧 吴英雄不确定地问道 不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东西是用老陈醋 白酒和劣质葡萄酒勾兑而成 虽然难喝 倒还不至于有毒 这帮人也够有才的 竟然能想出这种造假方式 真不知道 那些监管单位都是干什么吃的 旁边赵长强说道 他刚刚也已经品尝了一下 铁木针二带来的这顶级波尔多红酒 这家伙是祖传的中医 很容易便分辨出了 这种奇怪液体的主要成分 当赵长强和吴英雄解释的时候 瑞郎和吴飞玲也在旁边不断地嘀嘀咕咕 不过两人说话用的都是法语 只听瑞郎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哦 该死的某宝 华国人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素质低下 道德败坏 太让人失望了 都他妈的该死 吴飞玲到底还是华国人 他听着瑞郎的话有些刺耳朵 于是说道 你怎么说话呢 按照你的意思 天下所有的华国人良心都大大的坏了 那么连我们一家人的良心也全都坏了 也全都该死 瑞郎看到吴飞玲面色不善 马上陪着笑脸说道 对不起 玲儿 你不要生气 是我说错话了 你们吴家都是好人 不过 我看你们华国的确有太多的坏人了 我看那个家伙就不像个好人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瑞郎一边说 一边用眼神扫了一下赵长枪的方向 吴飞玲摆了瑞郎一眼 说道 你胡说什么呢 吴英雄看到他们两个在旁边用法语不断地嘀咕 不禁皱着眉头对吴飞玲说道 玲儿 你们两个在那里嘀咕什么呢 吴飞玲刚要回答爸爸的话 却听到赵长枪在旁边微微一笑说道 呵呵 吴叔叔 他们在说我呢 说你 吴英雄奇怪地问道 对 这位铁木军说我不是好人 怕我会把吴小姐给拐跑了 赵长枪似笑非笑地看着瑞郎说道 赵长枪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将此话说出口的 所以他的话刚说完 在座的各位便都笑起来 刚才有些尴尬的气氛也缓和了许多 然而 瑞郎和吴飞玲却更加尴尬了 他们两人谁都没想到赵长枪会懂法语 此时此刻 他们两人体会到了皇帝的新装中 那位愚蠢皇帝的感觉 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在赵长枪面前是穿着衣服的 却没想到原来自始至终在赵长枪面前都是赤果果的 两人忽然想到了 他们之前对赵长枪的议论 脸上的神情更尴尬了 特别是瑞郎 他现在可以确定 之前自己说要让赵长枪出丑的话 肯定都被赵长枪听到了 听见就听见吧 反正你的麻烦我是找定了 我可是拿破仑大帝的后裔 我怕过谁来 瑞郎索性很光棍地想到 吴老爷子看出了孙女和孙女婿的尴尬 于是转移的话题 对吴飞宇说道 飞宇 还不把你弄来的酒打开尝尝 吴飞宇一拍脑袋说道 对 对 我这就打开 大家尝尝赵兄带来的这酒 不是我吹 上次 我只是闻了一下这酒的味道 就愣是馋得我三天没睡着觉呀 这酒绝对是人间没有 天上少见 是真真正正的玉叶穷江 吴飞宇说着话 抱起桌上的酒坛子 啪的一声拍掉了泥风 然后将坛子盖悬开 瑞郎听着吴飞宇 将这坛酒夸到了天上 心中本来还直付匪 什么狗屁 不就一坛子三无产品吗 搞不好和老子刚才一样 也闹个大乌龙 这回无论你的酒有多好喝 老子都给你挑点刺 省得那个姓赵的 把风头都占尽了 然而还不等这家伙付匪完 一股浓郁的酒香 便直冲他的鼻孔 这家伙顿时感到自己的 每个汗毛孔都张开了 浑身上下感到无比的舒畅 这家伙顿时也来不及付匪了 只是瞪大眼睛 看着吴飞宇怀中的酒坛子 恨不能马上抢过来先喝一口 别说锐郎先生了 就连一向稳重沉着的吴英雄 都两眼放光了 吴老爷子更是不断激动地 对孙子说道 快 快 满上 满上 呵 这个酒 这个香 吴飞宇刚刚将爷爷的酒杯倒满 吴老爷子就迫不及待地 将酒杯端起来 一饮而尽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吴老爷子 想听听他对这酒的评价 然而 让他们好笑的是 吴老爷子一杯酒下肚 根本不做评价 而是马上将大酒杯又放到了吴飞宇面前 好像一个孩子一样 猴急地说道 快 快 再满上 再满上 爷爷 你慢点喝啊 我们知道你酒量大 千杯不醉 可是也得给我们留点 让我们尝尝吗 吴飞宇一边再次给爷爷真满酒杯 一边开玩笑地说道 老爷子端起酒杯滋溜一下子 一杯酒再次下肚 然后才说道 你这小子是不是后悔 将这酒送给老头子我了 哈哈 好吧 看你们这馋样 每人赏你们一杯 告诉你们 只一杯啊 剩下的都是我的 爷爷 这么多你喝的了吗 虽说您千杯不醉 可是喝多了 对身体也不好啊 要不我给您藏着吧 吴飞宇一边说 一边轮流给大家真满酒杯 嘿 你这小兔崽子 什么时候学会 跟我老头子耍心眼了 放到你那里 可就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老爷子开怀说道 老爷子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喝酒 抗日战争时期 还差点因为喝酒犯了错误到如今 老爷子虽然已经80岁高龄 但是仍然对酒情有独钟 并且现在老爷子 还是飞宇集团旗下 酿酒公司的专业品酒师 当众人干掉杯中酒之后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陶醉的表情 虽然在座的各位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酒 特别是林浩 他感到自己这次跟着赵长强 来给吴老爷子败寿算是对了 就算以后吴英雄 永远不会在官场上帮助自己 单单为了这口酒也值了 呵呵 这酒虽然入口甘醇 回味无穷 好像劲头不大 但是这酒后劲却相当大 所以大家可都悠着点啊 赵长强在一旁笑呵呵地说道 然而此时大家只顾得上喝酒 谁还听他的话呀 左一杯右一杯喝个不停 如果不是吴老爷子强横霸道地 将酒没收到了自己的面前 谁都不让喝了 估计整坛酒就得被这些人喝个精光 老爷子不但将酒坛子抱在怀中 谁都不给 而且还一个劲地问赵长强 这种酒还有没有 听到赵长强说普天之下 这酒就只有这一坛之后 不仅好一阵遗憾 瑞郎早已经将要给这酒挑刺的事情 抛到了酒消云外 因为这酒他实在挑不出什么刺来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就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 和这酒一比 什么白兰蒂 什么威士忌 什么福尔加 都是扯淡 那些酒和这酒一比 简直就是 简直就是 瑞郎可以肯定 自己之前喝过的所有的酒 没有一种能和眼前这酒相比 他是实在猜想不到 华国竟然有人能酿出如此美酒 不过这货虽然不挑酒的毛病了 却又开始挑赵长强的毛病 自己花掉五万美金弄来的极品红酒 竟然是假的 而赵长强的三无产品 却好到如此程度 他有种被赵长强踩到了脚下感觉 另外 更让他不爽的是 他发现吴飞玲 好像对赵长强越来越过分了 不时地便将目光盯在 赵长强身上一大会儿 瑞郎心中一动 忽然想到了一个 让赵长强出丑的方法 于是他马上看着 赵长强说道 听伯父说 赵先生文物双全 赵先生年纪轻轻就是县长 而且精通多国语言 文师差不了了 不知这舞能强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 瑞郎忽然看着赵长强说道 赵长强听了瑞郎的话 不禁心中冷笑 他可是曾经切耳听过这位 瑞郎先生亲口说过 他一定要让自己丢脸 所以赵长强一直在提防着他呢 怎么会轻易答应他 呵呵 吴叔叔说那话 不过是对后生晚辈的鞭策 怎么能当真呢 赵长强呵呵笑着说道 哈哈 你们华国人有句话 叫做过分的谦虚 就等于骄傲 我可不可以将赵先生的谦虚 理解为骄傲呢 瑞郎看着赵长强说道 脸上的表情 有些傲然 他的话音刚落 却听到吴飞宇在旁边说道 呵呵 要说起赵老弟的功夫 妹夫 你还真别不服气 别看你曾经参加过 欧洲无限制自由搏击 而且进了前十名 但是我敢打赌 你如果和赵老弟比起来 还得差一大截 当初在白云省临海市 赵老弟一个人打了十五个 而且那十五个人 各顶各都是高手 结果 最后赵老弟完胜 将那些人打得哭爹喊娘 不会吧 看赵先生体型并不高大 怎么会有那样的战斗力 锐郎故作不相信地说道 嘿 看来不让赵老弟露两手 你是不会相信我的话了 赵老弟 你就给大家露两手 也让大家开开眼界吗 吴飞宇对赵长枪说道 此时 其他人也已经有了几分酒意 纷纷附和吴飞宇的话 让赵长枪给大家露一手 就连吴老爷子都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年轻人的时候 和岛国鬼子拼刺刀 我曾经一个人同时对付六个鬼子 一个人打十五个的猛人 我还真没见过 赵长枪你就给我们露一手吗 老爷子 您不知道 刚才飞宇兄对我是谬赞了 我哪里有那样的实力 赵长枪笑着说道 行了 小子 别人不知道你的底 难道我老头子还不知道 我可是早就听钱证那小子 对你赞赏有加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给大家露一手 让我这个老头子也开开眼界吗 前老爷子说道 既然老爷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赵长枪自然不好再推辞 笑着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就给大家露一小手 说着话 赵长枪迈步走到一个墙角 整个身体笔直地靠在墙上 然后右脚缓缓地抬了起来 一直高举过顶 绷直的脚面也紧紧地靠在了墙壁上 然后 赵长枪放下脚 收了动作 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众人不禁一愣 本来大家还还以为赵长枪会南拳北腿地 给大家练一趟拳法 没想到赵长枪竟然说露一小手就露一小手 只是做了一个高抬腿动作就完事了 这 这就完了 吴飞宇瞪大眼睛看着赵长枪说道 啊 完了 不然吴兄还想让我表演什么 你可别小看我这一小手 这可是 很考验基本功的 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赵长枪笑着说道 我知道一般人是做不到 可是你不是一般人啊 吴飞宇笑着说道 而旁边的锐狼则撇撇嘴说道 切 什么一般人做不到 别说习武之人 恐怕是个练过杂技 或者舞蹈的人都能做到这个动作 锐狼的话说完 不等赵长枪反驳 坐在他旁边的吴飞灵 忽然不客气地对他说道 你别站着说话 不腰疼 有本事 你也过去试试 锐狼听女朋友的语气 大有维护赵长枪之意 心中不禁有些酸溜溜的 对赵长枪的怨气也更浓了 心说不就一个高抬腿动作吗 谁不行 哥保证 比他做得还要标准 想到这里 锐狼马上站起身形说道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也给老爷子助助兴 过去试试 说着话 锐狼迈步走到赵长枪刚才站过的墙角 做了一个和赵长枪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 锐狼先生虽然极度心很强 但是不愧为欧洲无限制自由搏击前十的选手 的确有两把刷子 虽然这家伙长得人高马大 但是整个动作完成得非常流畅 非常标准 丝毫不逊色赵长枪刚才的动作 锐狼先生的表演竟然能搏了个满堂彩 连老爷子都不禁为他鼓掌 赵长枪也看得暗自点头 心中暗道 别看这个真二先生有点狂傲 但是基本功的确非常好 锐狼心中得意 开口说道 其实这就是一个小杂耍 并不代表个人实力 真正的搏击是力量和技巧的完美结合 一个搏击高手不但要手快 眼快 基本功好 并且力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玩杂耍 可能十个搏击运动员也不如一个杂技运动员 但是如果论实战搏击 一招致敌 恐怕二十个杂技运动员也不是一个搏击运动员的对手 锐狼这话说得有些露骨 并且说话的时候 眼神还不时地从赵长强身上扫过 是个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这是在说赵长强是杂耍运动员呢 如果是赵玉山在这里 恐怕早就忍不住站出来和锐狼较量一番了 但是赵长强却只是微微笑了一下 什么都没说 这些年的官场历练 让赵长强比以前稳重了不少 赵长强本来以为锐狼自己嘚瑟嘚瑟就完了 没想到这家伙看到赵长强没搭理他之后 以为赵长强是根本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于是心中对赵长强的怨气更大了 他竟然直接开口向赵长强发出了挑战 只听锐狼说道 赵先生你刚才表演了一手杂耍让我们大开眼界 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为我们表演一下真功夫呢 呵呵你想让我怎么表演 赵长强看到锐狼如此不识台具 心中的火气也蹭蹭地逐渐上来了 心说小子你既然一个劲地想让哥丢脸 说不得哥就得让你长点记性了 刚才我说过搏击是力量的和技巧的完美结合 赵先生愿不愿意和我比比力气 我们来一个你们华国人常玩的游戏 掰手腕 锐狼一脸笑容地说道 吴英雄皱了皱眉头刚要阻止 却听到坐在上位的吴老爷子高兴地喝道 好 这个主意好 说起掰手腕 想当年在军营里没人是我的对手 你们两个现在就比一下 让我老头子看看谁厉害 老爷子一发话 下面吴飞鱼 吴飞铃这些小辈也连声叫好 吴英雄一看 干脆也别阻止了 就让他们比吧 反正只是掰手腕 也弄不出什么乱子 赵长强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锐狼的挑战 林浩早已经自告奋勇地从客厅里搬来一个小茶几 赵长强和锐狼分别蹲在了小茶几的两端 众人都纷纷离席 将两人团团围住 等待两人开始比赛 吴英雄看得纸直皱眉头 心说老爷子今年这个八十大寿算是别具一格了 让人担心的是 这个锐狼好像和赵长强对上了 但愿别弄出什么乱子才好 锐狼使劲将上衣的袖子向上撸了撸 露出毛茸茸的胳膊 然后啪的一声将右手肘放在了石木茶几上 粗壮有力的大手伸向了赵长强 同时将轻蔑的眼神扫向了赵长强 作为欧洲无限制自由格斗排名前十的选手 锐狼根本就没看起赵长强 或者说他从来就没看起过华国武术 在他的眼中 华国武术都是软手软脚 好像玩杂耍的一样 用来观赏还行 但是如果用来搏击 就差太多了 虽然他也很尊重李小龙先生 但是在他眼中 李小龙先生所创的截拳道 更接近西方搏击术 根本不能代表华国传统武术 赵长强迎着锐狼轻蔑的眼神看了过去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伸手轻轻地握住了锐狼肥状的右手 林浩看看赵长强 再看看锐狼 不禁为赵长强暗自担心 赵长强一米七八的个头 本来已经不算矮了 但是锐狼却比他还高了一头 而且 这家伙的胳膊 几乎比赵长强的胳膊粗壮了一圈 目测便充满了力量 林浩虽然知道赵长强实力不凡 一身功夫相当好 可是现在两人之间 可是纯粹的力量较量 丝毫不能投机取巧 赵长强 恐怕不是这个法国老的对手啊 其实在场很多人的看法 都和林浩是一样的 他们也不认为赵长强能胜过锐狼先生 不过他们可没为赵长强担心 他们和林浩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林浩是赵长强带来的 他是死命和赵长强站在一起的 对他来说锐狼就是一个纯粹的外人 殊死他才好 而吴家的其他人就不同了 他们虽然欢迎赵长强的到来 并且也发现锐狼有些咄咄逼人 但是锐狼毕竟是吴家的准孤业 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吴家的一份子 所以从感情上来说 他们倒是更希望锐狼能赢 也不是所有吴家人都希望锐狼能赢 吴英雄和吴飞宇两人就非常希望赵长强能赢 这爷俩看到锐狼先生的嚣张劲都有些不顺眼 希望赵长强能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法国老一点教训 吴飞宇为两人当裁判 他看到赵长强和锐狼双手相扣 已经准备好之后 于是大声说道 预备开始 赵长强和锐狼的双臂顿时绷紧了起来 之前 锐狼和赵长强握手的时候 他就想和赵长强较量一下力量 但是那一次赵长强的手却好像尼丘一样 莫名其妙地便从他的手中溜了出去这一次 他终于逮着机会和赵长强好好的较量一番了 就在两人开始发力的瞬间 锐狼将全身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右手五指之上 想瞬间将赵长强的手指骨捏骨折 只要让他的指骨受伤 赵长强自然就不战自败 奶奶的 别说你的手只是像尼丘 你就是条真尼丘 这回也别想从我手中溜走了 锐狼恨恨地想到 然而让锐狼震惊的是 这一次赵长强的手不但没有滑的 好像尼丘一样 反而硬得好像老虎钱一样 无论自己手上怎样加厉 赵长强的脸上始终笑嘻嘻的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但如此 锐狼还觉得自己的手竟然被赵长强捏得生生作疼 锐狼终于明白 若论五指的抓握之力 恐怕自己不是赵长强的对手 于是不再打算捏断赵长强的手指骨 而是手臂加力 和赵长强比起了臂力 不得不说 锐狼的臂力的确超人 在他的权力出击下 赵长强的手臂竟然微微朝自己一方倾侧下来 加油 加油 满房间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的人都好像一个个孩子一样 给两人加油助威 两个人都用上了权力 锐狼的脸憋成了降紫色 赵长强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刀削斑的嘴唇紧闭着 脑袋两侧太阳穴附近的青筋 也逐渐地鼓了起来 掰手腕 比得更多是长进和耐力 而不是爆发力 如果此时和锐狼比试的是赵玉山 赵玉山能直接秒掉锐狼 但是赵长强和锐狼比起来就有些相形见处 赵长强虽然有耐力 但是他的身高和体重 比锐狼都低了至少两个重量级 本身就吃亏 如果比瞬间爆发力 赵长强倒是能玩爆锐狼 可惜就在刚才 他和铁木真二暗中较量手掌的抓握之力时 他便将自己瞬间的爆发力都爆发出去了 所以现在只能和锐狼实打实地拼持久力 论起持久战 赵长强就要就略训一筹了 不过赵长强也有他自己的优势 他可是从小内外兼修 所以除了一身擒拿格斗功夫 一身内加功夫也是不容小觑的 赵长强的内劲 虽然不像乔风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一样 神乎奇迹 隔空伤人 威力 堪比导弹袭击 但是在两人手掌相接的情况下 他想让锐狼不知不觉地受点伤 还是非常轻松的 一股精纯的气流 从赵长强的丹田部位升起 沿着赵长强右半边身子经脉 直冲赵长强手掌中的劳工学 此时此刻 赵长强的劳工学和锐狼的劳工学 是对接在一起的 就当赵长强的内劲涌到锐狼劳工学的刹那 锐狼顿时感到自己的右手掌 猛然一阵针扎般的刺痛 啊 铁木真二口中发出一声怪叫 手臂上的力气顿时散了赵长强抓住机会 猛然一番手腕 啪哒一声 干净利索地将铁木真二的手臂压倒在桌子上 好好 赵老弟果然不同凡响 厉害 厉害 锐狼先生 这回你服气了吧 吴飞宇一边给赵长强鼓掌 一边大声说道 其余围观众人也纷纷给赵长强鼓掌 赵长强能凭借单纯的力量搞定铁木真二 的确让众人有点吃惊 然而就在此时 让大家更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锐狼忽然疼地一下站起来 怒声道 不对 赵长强耍炸 他手里有东西 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让大家看看 赵长强很自然地 将双手都平伸了出来 在锐狼面前晃了晃 笑嘻嘻地说道 难不成铁木先生真的认为 我是耍杂耍的 会玩魔术 不过我有点奇怪 如果我手中有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而是到了现在才说 锐狼看到赵长强两手空空 手中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禁下意识地说道 咦 不对啊 刚才我忽然感到 我的手掌一阵生疼 明明就是被尖锐的东西刺了一下 可是你的手中 为什么都没有 不对 不对 肯定是 你把东西藏起来了吧 如果你认为 我身上真的藏了什么东西 为了打消你的疑虑 我可以让你搜身 赵长强耸耸肩 无所谓地说道 一根筋的锐狼竟然真的做事 就要去搜赵长强的身 然而 他刚有所动作 耳边就传来吴飞玲的娇翅声 喂 你干嘛啊 输不起就不要比 明明自己输了 还说别人耍诈 不嫌丢人啊 锐狼见自己的女朋友 不但不替自己说话 反而替赵长强说话 心中更加恼恨了 他冲吴飞玲说道 刚才他手中的确有东西 我明明感到我的手中一阵生疼 好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到了 这个法国佬 哪里知道华国功夫的博大精深 他只知道赵长强手中有东西了 吴飞玲冲锐狼翻个白眼 说道 你撒谎也得留点神吧 如果你的手刚才真的被尖锐的东西刺过 就算不流血 也会有点被刺过的痕迹吧 可是你的手掌之中 却什么痕迹都没有 如果人家赵长强也说 他的手被你按伤了 你怎么辩解 这 锐狼无语了 吴飞玲的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却非常有道理 这也是他非常疑惑的地方 不行 我还是不服气 赵长强 我之前说过 搏击是力量和技巧的完美结合 刚才我们鄙视的只是力量 要想看看谁的实力高 还得实实在在地打一场才行 你敢不敢和我现在就比一场 锐狼咬牙说道 他感到今天如果不能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他的脸就要丢尽了 不但脸丢尽 恐怕老婆也得丢 和你打一场 在这里 你还想不想让大家好好的给老爷子拜授 赵长强笑呵呵地说道 哼哼 真正的高手对招 根本用不着闪斩腾挪 只需要方寸之地 就能置敌机先 就这点空间足够我们两人过招了 怎么样 敢不敢接招 锐狼冷笑着说道 这时吴老爷子说话了 算了 你们两个如果想比试的话 以后找机会 自己比试去吧 今天就别影响我老头子的酒性了 吴老爷子虽然好热闹 但是他也看出来了 自己这个准孙女婿 好像和赵长强杠上了 如果自己不马上制止他们两个 恐怕两个人真的会打起来 在自己受担宴席上 自己的孙女婿和客人打起来 这样的事情 别说发生在吴家 就是发生在普通百姓家 也会让人笑掉大牙 老爷子已经发话 众人本来以为锐狼会掩其西谷的 没想到 这个一根筋的家伙 竟然不依不饶地说道 呵呵 爷爷不要阻拦我们了 我们比试一场 也算是给爷爷住住酒性吗 怎么会影响爷爷的酒性 何况我已经向赵长强发出邀请 赵长强如果不答应 就说明在刚才的比试中 他确实耍诈了 吴英雄听到锐狼的话 不禁心中暗恼 这个家伙也太气张 太不识抬举了 赵长强已经给了他教训 但凡有点心眼 就应该掩其息骨 给自己也给别人留点面子 可是这个家伙 却没完没了 既然如此 不妨再让赵长强教训他一下 想到这里 吴英雄对老爷子说道 爸 您过了这么多生日 就是今天最热闹 我看就让他们再比一场吧 吴老爷子眨眨眼 瑞丽的眼神 在赵长强和锐狼身上 来回扫了几下 然后摆摆手说道 那就比比吧 不过大家都是一家人 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就点到为止吧 锐狼看到老爷子和吴英雄 都答应了 于是心中一喜 冲赵长强说道 怎么样 赵长强 连老爷子都同意 我们再比一场了 难道你还打算逃避 赵长强也着实有些恼火了 自己已经给这家伙留脸了 不然 就在刚才两人掰手腕的时候 赵长强利用内劲 卸掉锐狼力气的同时 瞬间就能将他的手弄残废 可是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进退 既然如此 就让你再吃点苦头吧 省得你老惦记着歌 想让歌出丑 想到这里 赵长强微微一笑说道 好吧 既然真二先生如此盼望着让我出手 那么我就陪真二先生再玩几手吧 算是给老爷子逗个乐呵 不过这里毕竟空间有限 拳脚无眼 就算打不到人 打翻了家具 也不好不如这样吧 赵长强说着话 忽然将桌上的两个茶碗取到手中 然后迈步走到餐厅一个比较大的空地上 将两个茶碗放到了地上 接着 赵长强身形一动 迈步踩到了两个茶碗顶端 我站在这两个茶碗之上 只手不攻 你只管放开手攻击我 以两分钟为限制 如果两分钟之内 你不能将我从这两个茶杯上赶下来 算你输 如果你能将我从茶杯上赶下来 算我输 怎么样 赵长强稳稳地站在茶杯上 笑呵呵地对铁木真二说道 赵长强此话一出 满座皆惊 高手搏击 胜负只在毫厘之间 特别是极其注重实战的现代搏击术 只要交战的双方出手之后 往往几秒钟之内就决出胜负 然而赵长强却要站在两只茶碗上 接受锐狼 波拿马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两分钟 要命的是 这茶碗上粗下戏 普通人只是在上面站立 都觉得不稳当 所以 赵长强的这个决定 不能不让众人吃惊 锐狼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够狂了 现在他才发现 他那点嚣张在赵长强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这家伙的脸上有些发烧 心中生起一股怒气 他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侮辱 赵长强这是完全没把他放在眼中啊 哼哼 赵长强 想不到你竟然是如此的奸华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下来 和我好好地比一场 锐狼忽然冷笑着说道 呵呵 我怎么奸华了 锐狼先生 赵长强微笑着说道 其他人也用诧异的眼神看着锐狼 哼哼 你肯定是已经认定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才故意给自己提高难度 这样等你输了 你好可以为你的失败找个借口吗 锐狼阴着脸说道 赵长强不禁笑出声来 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被锐狼这样解读了 也得亏这家伙能想得出来 行了 锐狼先生 如果你想比的话 就快点动手 如果你不想比的话 我们就继续喝酒 不要打扰了大家的酒性吗 这样吧 我喊到三 你如果还不向我动手 就算你自动认输了 一句话说完 赵长强马上开始数数 赵长强自出口 锐狼马上说道 好 我答应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 比赛规则是你自己制定的 待会儿你输了 你可不要后悔 别磨叽了 开始吧 飞宇兄 你来给我们当裁判 赵长强说道 吴飞宇饶有兴趣地取出手机 调到秒表状态 在按下开始键的同时 口中轻声喝道 预备 开始 无非于口令声刚落 锐狼一记试探性的左直拳 便迅猛地朝赵长强的面门砸去 赵长强身子一动未动 只是轻轻地将脑袋向旁边意外 锐狼的左直拳便走空了 锐狼面不改色 他也没打算第一招就揍弓 他这一拳只是试探性的 后面紧随而来的右勾拳 才是杀招 只见他拨于大的拳头 直奔赵长强的左边太阳穴而去 拳挂风声 风筑权威 倒也颇具几分威势 然而 就当他的拳头 眼看就要击中赵长强的时候 却见赵长强的身子 忽然毫无预兆地向后倒去 锐狼拨于大的拳头 从赵长强的面前一扫而过 不等锐狼将拳势收住 赵长强向后 倾倒的身子 竟然好像装了弹簧一样 猛然又弹了回来 黑乎乎的脑袋 猛然向锐狼的面门砸去 这如果被砸中了 锐狼非得被砸个满面桃花开不可 锐狼吓一大跳 连忙狼狈地猛然向后跳了一步 朝赵长强喝道 赵长强 你又耍诈 你说过不能出手 只手不攻的 赵长强看着锐狼的狼狈样子 不禁黑黑一笑说道 锐狼凶怕什么 我和你闹着玩的 绝对不会打中你 不信下一次你不用躲闪 看看我会打中你 如果我打中了你 就算我输还不行 锐狼差点赵长强气得吐血 开什么玩笑 我老实地让你打 草 如果那样 你是输了 可是老子鼻子没了 锐狼心中暗恼 活动了一下拳脚 猛然再次朝赵长强扑了过去 这家伙展开平生所学 直拳 勾拳 组合拳 肘击 西撞 像赵长强发起了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击 只见赵长强双手背在身后 身体好像不倒翁一样 左摇右晃 将锐狼所有的攻击都闪在空处 锐狼的每一拳都仿佛要打到赵长强的身上 但是却每一拳都走空 别说打到赵长强身上 甚至连赵长强的衣角都粘不上 锐狼越打越急 吐气开声 嘿哈连天 赵长强却一脸笑容 双手后背 胜似闲停信步 众人都看呆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赵长强实在有些拖打 但是现在 他们不这样认为了 他们以前在影视剧作中 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特效动作 但是他们 却从来没想到 现实中真有人能做到 所以 此时他们看到赵长强神乎奇迹的动作 全都被惊呆了 大家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锐狼和赵长强根本没有可比性 如果说锐狼是人间高手 赵长强就是天上神仙 不过此时的锐狼可没有这种觉悟 还在不屈不挠地向赵长强发起进攻 拿破仑 锐狼 波拿马的中国名字叫铁木真 为了区分历史上的铁木真 又称铁木真二 不过铁木真二虽然叫 真二 其实一点也不二 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攻击过后 这家伙忽然明白了 赵长强眼快手快 身法敏捷 能置敌机先 自己的招数刚刚打出 赵长强 其实便已经想好了躲闪方式 所以 自己在这样傻不拉几地攻下去 恐怕再给自己两分钟 自己也不能将赵长强从茶碗上打下来 这家伙目光一扫 看到了赵长强脚下的两个茶碗 眼睛顿时一亮 奶奶的 老子打不中你 还打不中你的茶碗 只要老子将茶碗打飞 或者打烂 你都必定要落到地上 到时候 按照你制定的规则 就算你输了 想到这里 瑞郎马上改变了自己的打击目标 开始朝赵长强脚下的茶碗发起攻击 只见瑞郎猛然扶下身子 右腿贴着地面 骤然向赵长强脚下扫出 赵长强口中发出一声长笑 呵呵 不错 不错 知道变通了 不过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所有的努力都只是白费劲 长笑声中 赵长强毅力如山 双手后背 身体一动不动 砰 铁木真二的右脚 结结实实地扫在茶碗之上 然而让他吃惊的是 他虽然扫中了茶碗 但是赵长强的身形却一动未动 连晃一下都没有 当然他也没有落到地上 铁木真二不禁有些纳闷 心想 就算赵长强在两只茶碗上踩得在此时 可是茶碗本身的硬度是一定的 对自己来说 踢爆一只茶碗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怎么这两只茶碗会毫发无伤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无英雄家的这茶碗是特制的 其硬度堪比金刚石 锐狼不死心 再一次摆动右腿朝赵长强脚下的茶碗扫了过去 这一次 他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赵长强的脚下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回他看明白了 原来 就当他的右脚要扫到茶碗上时 赵的左脚外脚背便微微向外倾侧一下 用外脚背将整个茶碗都护住 并且他的脚还堪堪没有着地 锐狼的脚根本没有扫到茶碗上 而是扫到赵长强的脚上了 两个人成了脚对脚 硬碰硬了 锐狼发现赵长强的动作秘密后 心中顿时一阵惊喜 这家伙最自豪的就是 腿部和脚部的力量 赵长强要和他硬 碰硬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他认为赵长强选择这样做 虽然护住了茶碗 但是他的脚肯定会被自己踢骨折 如果赵长强的脚骨折了 他还能安稳地站在两只茶碗之上吗 想到这些 锐狼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 脚上的动作更急了 砰砰砰 锐狼的脚不断地扫到赵长强的脚上 赵长强却依然满面春风 一脸笑容 仿佛锐狼势大力尘的攻击 全都打到了石头上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 装 装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等老子 将你的脚扫骨折 我看你还能不能装 锐狼一边狠狠地出腿 一边恶狠狠地想到 这家伙本来以为赵长强是在装逼 然而他扫出十几脚之后 却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 赵长强的脚疼 不疼他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的脚却有些受不了了 整个脚面都疼得受不了 铁木真二可以确定 自己的整只右脚 现在肯定都中起来了 这家伙只知道自己的腿法好 脚上力量大 却不知道他这点本事 和赵长强实在没有可比性赵长强 可是从小就练习战梅花装 梯木装子 每天练的脚也肿 腿也肿 那训练力度 根本不是铁木真二 在拳馆的训练所能比拟的 但是晚上爷爷赵武刚 将他扔到中药缸里一炮 第二天 立刻脚也消肿了 腿也消肿了 精神还出奇地充足 到最后 赵长强一脚扫出去 碗口粗的木装子 喀巴就断成两截 赵长强 当十五岁跑到林河市 跟着李朝天混社会 那时候 小小年纪就创下一个阎王的称号 其实力可见一斑 锐郎虽然熟悉自由搏击 但是他之前参加的 都是正规的格斗大赛 虽然号称无限制自由格斗 但是比赛规则还是非常多的 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限制搏杀 他的训练都是以比赛为目的 所以和赵长强根本没有可比性 锐郎开始犹豫 自己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扫下去 如果继续扫下去 他害怕赵长强的脚没断 自己的脚先断了 十九八七 就在此时 锐郎的耳边传来无飞语暴数声 两分钟马上就要过去了 就在此时 锐郎忽然想到了一个 让赵长强乖乖认输的好办法 锐郎听到无飞语的暴食声 心中有些着急 不过这家伙集中生智 忽然想到了一个 让赵长强认输的一个好办法 只见他原本蹲伏在地上的身子 猛然站起 同时弯着腰瞬间踏前一步 双臂张开 好像一对铁钳一样 赵长强的腰部抱了过去 锐郎想给赵长强来个拦腰爆摔 按照赵长强自己提出来的规则 他只能躲闪和防守 严格说来 即便他施展了对锐郎 带有攻击性的防守动作 也算他犯规 他必须认输 在这种情况下 锐郎要想赢赵长强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他抱住赵长强 然后将他从茶杯上 抱下来 就算他赢了 而由于规则的限制 赵长强 无论上身怎么躲闪 他的双脚 是不能离开两个茶碗的 这种情况下 锐郎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 弯腰抱住赵长强的双腿 然后将赵长强抱起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 赵长强还绝对不能对锐郎出手 只要他出手 就是对锐郎展开攻击 就是违规 华国传统武术之中 虽然有千金坠之说 但是千金坠这种功夫 只能防止被别人推到在地 却无法防止被别人直接从地上抱起来 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想将一根树立在地上的木桩 推倒在地 最省力的方法 就是给木桩施加一个和它垂直的力 如果你的施力方向适合顺着木桩的 那么你施加的力 就会通过木桩传到大地千金坠 是一种技巧 丝毫不能增加使用者的本身质量 其实每个人都会使用简单的千金坠 比如有人想要将你推到 你的身子自然地向他的方向倾斜一下 他就不容易将你推到了 专门洗练过这种功夫的人 能将这种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推它 他都能很轻松地利用身体的倾斜程度 重心地转移等等技巧 将别人施加给他的力转移到地下 从而让自己稳如泰山 所以使用千金坠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双脚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大地相连 只有那样使用这功夫的人才能将别人施加给他的力转移 如果使用千金坠的人双脚离了地 千金坠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赵长强是那家高手 对千金坠这种功夫自然不陌生 可是如果锐狼直接抱住他的双腿将他抱起来 他是一点招都没有 这种获胜方法虽然有些无赖 但是却保证胜利 可见赵长强自己提出那个规则 也着实有些拖大 甚至是作茧自负 可惜的是 锐狼从小学习的就是西方自由搏击 西方自由搏击本来就注重拳法 注重上盘 而不注重腿法和下盘防守 对摔法更是不够重视 再加上 在一般人的思维中 所谓的比武过招 当然是一攻一守打个不易越乎 很少有人会想到像无赖一样 去抱住人家双腿将别人抱起来 锐狼在最后时刻虽然想起了使用摔法 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去抱住赵长强的双腿 而是打算去抱赵长强的腰部 要知道 按照规则 赵长强双脚是不能离开两个茶碗的 所以他的脚是移动范围最小的 赵长强的双脚就相当于他的根 从脚往上 越往上 赵长强身体的活动范围变越大 现在锐狼想抱住赵长强的腰 赵长强只需要身体稍侧一下 就能躲开他的双臂了 不过赵长强这一次 在躲开锐狼攻击的同时 忽然右手一探 瞬间抓住了锐狼的手腕 同时 右脚一抬 瞬间顶在锐狼的小腿上 锐狼顿时感到 从赵长强的手上 传出一股大力 身子不受控制地朝前冲了过去 而就在此时 赵长强的右脚 瞬间点在他的小腿上 于是锐狼的身子 顿时腾空而起 好像滑翔机一样 朝前飞去 然后一头撞在了对面的墙壁上 赵长强 你输了 你耍炸 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只能防守和躲闪 不能有任何的攻击行为 可是刚才 你已经向我发起攻击了 锐狼顾不得脑袋被撞得嗡嗡作响 立刻冲赵长强喝道 赵长强笑嘻嘻耸了耸肩 摊开了双手 说道 的确 我的确说过这话 可是我也说过 我只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之内 你如果不能将我 从这两个茶碗上赶下来 就算你输了 锐狼顿时一愣 直到此时 他才忽然发现 吴飞宇已经停止了报数 看来两分钟已经过去了 妹夫 赵老弟向你出招的时候 两分钟已经过了 所以 他刚才并没有违规 而你在两分钟之内 没有将赵老弟 将两个茶碗上赶下来 所以 这场比试 你必须得向赵老弟认输 吴飞宇说道 锐狼就算在二 也看出来了 论武力 恐怕自己两个捆到一块 也不是赵长枪的对手 如果再向赵长枪挑战 只能还是自取其辱 哎 奶奶的 还是老老实实地认输吧 想到这些 锐狼虽然极端地不情愿 但还是说道 好吧 赵先生 我认输 呵呵 锐狼先生承让了 一点小游戏而已 现在 大家可以好好的继续喝酒了吧 赵长枪随口说道 虽然赵长枪看锐狼 非常的不顺眼 但是这位毕竟是 无英雄的准姑爷 所以他 还是对锐狼 保持了必要的礼貌 众人重新回到座位上之后 少不了纷纷议论 赵长枪两人刚才的比试 都对赵长枪赞赏有加 锐狼虽然看着不顺眼 听着不顺耳 却也没什么办法 然而就在此时 却见吴老爷子 忽然笑眯眯地 看着赵长枪说道 赵长枪 我问你 如果刚才我抱住你的脚脖子 将你抱起来 或者将你掀翻 你怎么破 原本有些高兴的赵长枪 忽然一正 他忽然发觉 如果吴老爷子 针对自己来这么一下 自己好像必输无疑 自己的双脚不能动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穴 而吴老爷子 要抱住他的双脚 他根本无法躲闪 而他还不能反击 所以他必输无疑 想通这一点之后 赵长枪忽然脸色一变 起身给吴老爷子 深深做了一一 认真的说道 多谢老爷子教诲 赵长枪明白了 吴老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扭头看看 正在无限懊悔的锐郎 问道 赵长枪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 锐郎没想到 老爷子忽然会有此疑问 愣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我也明白了 爷爷 因为我考虑不周全 所以本来 我有赢得机会 却没有赢 吴老爷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微微地叹了口气 说道 呵呵 我看你不是明白了 而是根本没明白 来 不说这个了 大家都喝酒 这会儿节目 也表演完了 也该好好的喝酒了 老爷子 为什么说我没明白 锐郎满脸疑惑的 小声问身边的吴飞玲 爷爷说出他赢赵长枪的办法 就是在告诉赵长枪还有你 做人不能太嚣张 并且 做人永远不能在自己的敌人面前拖大 不然最后吃亏的 肯定是你自己 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啊 直老虎要当真老虎来打 爷爷不愧是跟着毛主席打过仗的人 对这个问题看得太透彻了 吴飞玲不冷不热地对锐郎说道 直老虎要当真老虎打 好像真有点道理 不过赵长枪好像不是直老虎 而是比真老虎还厉害 锐郎心中嘟囔道 吴老爷子没有再去理会锐郎 而是看着怀里的酒坛子 笑呵呵地问赵长枪 赵长枪 你给我说实话 你小子守 中是不是还有一坛酒 留着准备送给钱征那个小子 赵长枪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吴老爷子称呼自己为小子 称呼钱征钱老爷子也为小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和钱征钱老爷子是同龄人呢 老爷子 这酒是真没了 这可是二十年的轿藏陈酿 普天之下再也没有这种酒了 再说了 就算还有 我也不能送给钱老爷子啊 他的病还没好利索呢 严禁饮酒 赵长枪说道 吴老爷子一脸遗憾地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哎 可惜了 这个酿酒圣手也够怪的 如果当初他能多叫藏几坛子 或者每年都叫藏几坛子 那该多好啊 赵长枪心中忽然一动 自己正愁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和吴英雄说说 平川县的扶植资金被截留之事呢 现在老爷子说起酒的事情 正好将此事反映给吴英能 想到这里 赵长枪马上说道 老爷子 现在我已经将酿制这种酒的那位酿酒圣手 请到了我们平川县 我们本来是要开个酒厂 大量生产这种这种美酒的 可是现在我们的酒厂却开不成了 哦 为什么 老爷子马上问道 他脑海中已经在想象 如果自己以后每天都能喝上这种酒 那人生该是多么的美好啊 呵呵 因为我们没钱开酒厂啊 老爷子 你也许不知道 我们平川县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 扶植县之一 并且 第一笔扶植资金五千万已经拨下来 我们平川县本来是想用这笔钱开酒厂的 可是 没想到这笔钱到了榆林市之后 竟然被榆林市截留了四千万 于是我们的酒厂自然就开不成了 赵长强故意装作一脸无奈的样子说道 前老爷子人老成精 马上明白赵长强这话根本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而是说给自己儿子吴英雄听的 所以他马上看了看身边的吴英雄 就在刚才赵长强说出这件事的时候 吴英雄的眉头便已经深深地皱了起来 吴老爷子虽然不当干部好多年 但是当干部的那些事他还是很清楚的 赵长强和林浩今天忽然来给自己拜寿 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肯定是冲着儿子吴英能来的 现在寿也拜了 酒也喝了 节目也看了 该到他们谈事情的时候了 于是老爷子起身说道 哦 我老头子年纪大了 不能久做 我得拎着我那两只小鸡出去溜达溜达 你们慢慢喝 不用急 边喝边聊 说着话 老爷子起身离开了 老爷子离开后 锐狼也离开了 他现在看到赵长强 心里就憋得慌 还不如自己找个地方 清静清静吴飞灵 到底是锐狼的女朋友 看锐狼面色不善地离开 他也跟着离开了 于是酒席桌上 顿时只剩下了吴英雄 吴飞宇 赵长强 林浩等一帮人 几个人边喝边聊 赵长强 你说的这是都是真的 吴英雄皱着眉头问道 如果是真的 于林氏就是挪用专款 这事情必须严肃处理 当然是真的 这还有假吗 钱都已经被孙国伟市长 给拨到别的单位去了 好家伙 以往市里往下面拨个款 推三组四不给拨 现在倒好 一天时间全部搞定了 我为这事 还跑到市政府和孙市长大闹了一场 闹得鸡头白脸的 差点没打起来 估计以后我在于林市 是不好混了 赵长强苦笑道 吴英雄看着赵长强愁眉苦脸 装模作样的样子 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但是脸上仍然很严肃地说道 行了 你就不用在我面前诉苦了 我就知道你这次来 肯定还有别的事情 不然你小子 可能我请你 你都不来 放心吧 我这边会尽快安排人调查此事 如果事情属实 省委省政府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 赵长强嘿嘿一笑说道 嘿嘿 那我就替平川县近百万老百姓 谢谢吴副省长了 不过 呵呵 吴叔叔 我在这次来是真的很单纯 来给吴老爷子祝寿的 扶持款的事情 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省里能支持 我保证孙国伟同志会立刻上赶着 将钱给我送到平川县 还得给我平川县赔礼道歉 哦 你小子耍了什么手段 我可提醒你 你可不要想什么歪门邪道 吴英雄饶有兴趣地问道 呵呵 天机不可泄露 相信吴叔叔很快就知道了 吴叔叔放心 我用的手段都是正大光明的 在法律框架允许范围之内的 我不会乱来的 赵长强笑着说道 吴英能微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对于赵长强 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虽然吴英雄和赵长强的交往并不深 但是自从吴英雄在赵庄第一次见到赵长强之后 就开始关注上了这个年轻人 并且对他充满了欣赏 当初 宁海市市委书记楚飞雄 因为儿子的事情 引就辞职 邻和市市长卓平英 调任宁海市 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 吴英能还专门找了一次卓平英 聊了许多赵长强的事情 结果卓平英到了宁海市之后 很快便将赵长强 弄到了青云县常务副县长的位置上 这些事情 赵长强连知道都不知道 吴英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从来就没想着会让赵长强知道 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赵长强的欣赏 想为国家提拔一个有能力的干部 林浩这次来 可不单单是为了给吴老爷子拜授的 他也有事邀请吴英雄帮忙呢 不过之前赵长强和锐郎又是掰手腕 又是比武的玩得高兴 所以林浩也一直没有机会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吴英雄现在 他看到吴英雄终于和赵长强聊起了工作的事情 于是马上将贾和氏将要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事情 向吴英能汇报了一下 林浩本来是想请吴英雄帮一下忙 让他通知一下省委宣传部 帮忙给家和氏造造式的 没想到他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 吴英雄便高兴地说道 嗯 这是好事吗 现在林河省有许多县市 因为审批全国重点扶植县的事情没有获得通过 便有情绪 工作不积极 贾和氏能在审批不过的情况下 不等不靠 自己想办法谋出路 这才是积极的工作态度嘛 既然要搞 就要将声势扑得大一些 凡事先谋事 后谋利嘛 待会儿省委宣传部那边 我替你们打个招呼 让他们给你们造造式 争取举办一个成功的招商引资洽谈会 林浩听了吴副省长的话 不禁大喜过望 连声给吴副省长道谢 当林浩和吴英雄聊着的时候 赵长强和吴飞宇也聊得热火 飞宇集团的支柱产业就是白酒行业 所以吴飞宇听说赵庄要开酒厂 而且还有一位酒生坐镇时 立刻就来了兴趣 他以一个商人的精明 马上就嗅到了这里面蕴含的巨大财富 看看他们刚才喝的这酒吧 这酒虽然不能量产 是绝品 但是即便这酒再降低三四个档次 在华国乃至世界白酒市场上 也是顶级存在 这里面蕴含的商机是不可估量的 吴飞宇和赵长强坐在一起 几乎是勾肩搭背地说道 赵老弟跟你商量个事呗 啥事 吴兄尽管说 只要吴兄说出口 能做到的我去做 做不到的 我想办法也要去做 赵长强几乎是拍着自己胸脯说道 我想在你们的酒厂入个股 你不会不答应吧 吴飞宇嘿嘿干笑着说道 赵长强的脑袋马上摇得好像波浪鼓一样 连声说道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你们是白酒大饿 我们只是小虾米 如果你们也入股 我们早晚得被你们吃的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你看 你看 刚才还拍着胸脯跟我保证 现在又说这话 这也太见外啊 真伤人心啊 我们也不是入肝骨 我们也要真金白银网里头的嘛 嘿嘿 别以为我不做官 就不知道你们官场中的那一套 别说现在你们平川县的钱 已经被榆林市截留了四千万 就算他们没给你们截留 或者是你们能足额地将这钱要回来 也不过才五千万而已 这五千万可是你们整个平川县的 你不可能都用在酒厂的建设上吧 别说你打算将这五千万当芝麻盐去撒 就算你把这五千万全部用在酒厂的建设上 也只是杯水车薪 除非你只是想建设一个中小型的酒厂 赵长强听着吴飞宇的话 沉默了吴飞宇说的都是实话 平川县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实在有些庞大 几乎每个项目的前期投资都非常的大 五千万的确是太少了 可是对于酒厂 赵长强是真心没有打算招商引资 他担心外来资产的入侵 会让平川县逐渐失去对酒厂的控制权 到时候 赵长强想让老百姓喝上放心酒的初衷 就要泡汤了 想到这里 赵长强马上说道 吴兄好像误会我们建厂的宗旨了 说实话 我们的酒厂不打算走高端路线 现在很多人都在为有钱人酿酒 酿各种各样的酒 但是由于成本的限制 没有多少人愿意给老百姓酿造放心酒 所以 我们的酒厂以后主打方向就是低端酒 而据我所知 你们飞宇集团的白酒企业 好像主打的都是高端白酒吧 赵长强的话 大大出乎了吴飞宇的预料 赵长强今天拿出来的酒 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 并且 他们的酒厂还有一位酒盛坐镇 他本来以为赵长强 肯定会去冲击高端白酒市场的 谁都知道 越是高端市场 利润空间越大 越是低端市场 利润空间越小 以至于许多走低端路线的白酒企业 只能将酿酒成本压了再压 而这样随之而来的 就是白酒的质量降低 飞宇集团虽然不走抵挡路线 但是吴飞宇对低端白酒市场 还是非常了解的 现在的低端白酒 虽然一个个嚷嚷着 自己是纯粮酿造 其实这些酒很少有纯粮酿造的 大部分都是酒精勾兑 比较有点良心的厂家 会用粮食酒精兑酒 而一些黑心商家 则会用牧鼠等各种乱七八糟的 能高产酒精的植物制造酒精 然后用他们兑酒 这种酒无异于慢性毒药 如果常年饮用 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吴飞宇不由的心生感慨 赵长强能不为了盈利 只为了让老百姓能喝上放心酒 就有魄力打造一个主打低端市场的酒厂 吴飞宇自愧不如啊 不过吴飞宇虽然敬佩赵长强的魄力 却不认为他的做法能实现 只听他对赵长强说道 赵老弟 你的想法让我很敬佩 但是这里面有个死结 你根本解不开 你想要给老百姓酿造放心酒 你的成本必定会提高 一个企业是 不可能长期亏损经营的 所以成本一高 价格必然上涨 价格上涨之后 那你的酒老百姓还喝得起吗 赵长强苦笑一下说道 呵呵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只能是在酿造技术和企业管理上下功夫了 嗯 改良酿造技术 加强优化企业管理 的确能降低成本 但是赵老弟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说 那就是扩大经营规模 无论什么产业 生产规模越大 自动化程度越高 他的成本就会越低 所以 赵老弟要想达到目的 最好是尽量扩大酒厂的生产规模 其实 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下来 低端白酒的市场 还是非常广阔的 毕竟华国老百姓的基数 实在太大了 吴飞宇说道 吴飞宇说的这个道理 赵长强当然也明白 可是扩大酒厂生产规模的钱 从哪里来 只能对外融资 要想扩大生产规模 现在就必须大量的投资 说到底 吴兄还是想加入我们的酒厂吗 赵长强笑着说道 我觉得飞宇集团的入股 对你们的酒厂 不会有半点的坏处 只有好处 这是个共赢的事情吗 吴飞宇笑着说道 好 我同意吴兄入股 但是你们的股份 不能超过49% 我得保证 平川县必须有绝对的控股权 只有那样我才能保证 我们白酒上市后 价格不会被不断地提升 赵长强说道 好 成交 来 走一个 两人一同举杯 一饮而尽 就当赵长强和吴飞宇聊得高兴的时候 吴英雄的手机忽然响了 吴英雄向大家示意了一下 然后到餐厅外面接了个电话 等他回来后 炯炯有神的眼睛 在赵长强身上扫来扫去 赵长强镇定自若 坦然地迎着吴英雄的目光 说道 怎么了 吴叔叔 吴英雄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赵长强 然后才说道 赵长强 天水市要申请升级为地级市的事情 是你小子从中操作的吧 赵长强嘿嘿一笑说道 嘿嘿 吴叔叔 你太高看我了吧 我可只是小小平川县的一个县长 人家天水市虽然是县级市 但是地盘是平川县的两倍多 人口更是接近平川县的三倍 连天水市的干部都是 我何得何能去操作天水市的事情 吴英雄冲赵长强摆摆手说道 行了 行了 都没外人 你就甭和我胡扯了 天水市以前是曾经提出过 要升级为地级市 但是地盘一直是卡在他们脖子上的一个瓶颈 所以 这段时间他们掩齐息鼓了 现在你们主动向他们靠拢 他们的地盘不但扩大了近乎三分之一 而且到时候 平川县也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平川区 他们当然要重启这件事情了 吴英雄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道 咦 我说 你小子是不是搞这一套 搞出经验来了 我听说 想当初赵庄可是属于芙蓉镇的 后来愣是被你弄到了清水镇 结果清水镇是发展起来了 芙蓉镇却被晒了甘油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吴英雄最后一句不是问的赵长强 而是问的林浩 林浩是这事 他当然清楚 林浩苦笑一下说道 可不是吗 幸好清水镇也属于佳和氏 如果当初赵老弟将赵庄运作到了其他县史 佳和氏可是哭都找不到坟头啊 哎 我当时也是没办法呀 芙蓉镇镇委书记谢力强便招法地打压赵庄 差点将赵庄好端端的村办企业都给 整黄了 我们赵庄还跟着他混不是犯傻吗 哈哈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赵长强刚开始说的时候 还是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说到后来 却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想想当初谢力强得知赵庄忽然从芙蓉镇 跑到了清水镇时的表情 赵长强就想笑 无英雄用手指着赵长强 也哈哈笑着说道 哈哈 我看你小子脑后有反骨 容易当叛徒 如果你以后成了面 如果达不到你的满意 你说不定就会带着一个省叛国 那不可能 咱变来变去都是在华国范围内 并且我决定的每一次变动 都是最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 再说了 我从来不反对各位同仁之间的正常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 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 官场之间 大家为了权力和利益互相倾压 大家都抱起团来 为了一个华国梦 而共同努力不好吗 干嘛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赵长强有些无奈地说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 赵长强也明白 自己的理想虽好 但是人和人是不同的 同时 人也是善于伪装的动物 现实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 说说你们平川现象 并入天水市的理由吧 吴英雄说道 兔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情 我们待在榆林市 只有穿小鞋的份 于林市连我们的扶持款都会截留 还有什么不敢对我们平川县做 但是我们如果划归到天水市 天水市便会立刻给我们一个亿 我是平川县长 得为平川县的老百姓考虑吗 为什么有肉不去吃 而是待在那里等着被别人吃 赵长强说道 嗯 你的想法倒是不错 但是 你想过没有 当初你操作赵庄的事情 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参与的 芙蓉镇根本拿你没办法 而村主任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 芙蓉镇也无权直接罢免村主任的职务 再加上家和市也支持你的主意 所以那次你才能成功地将赵庄从芙蓉镇运作到了清水镇 但是你现在可是于林市的市管干部 你如果不 于林市完全可以对你的工作进行调整 吴英雄皱着眉头说道 赵长强耸耸肩说道 那没办法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不能因为害怕丢了乌纱帽 就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 只要我在平川县长的位置上待一天 我就为平川县的老百姓考虑一天 如果他们真的想调整一下我的工作 那么我也不用他们调整了 我直接辞职撂挑子不干了 我租一条大船去环球旅行 保不准又发现一块新大陆 咱还能弄个周常国王啥的干干 那可比当个两头受气的破县长有意义多了 哈哈哈哈 在座的各位全都被赵长强逗笑了 不过 想想赵长强的话 也确实有几分道理 围观者之所以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 直不起腰来 就是因为惧怕他们手中的权力 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无所畏惧 他还会害怕上级吗 也许在赵长强这种人眼中下至一个小科长 都没有什么差别吧 赵长强这种人是无法被别人驾驭的 出示他可以成为云中之龙 翻云覆雨 笑傲九天 入使他就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 他可以冲官一怒为红颜 他可以两肋插刀为朋友 他可以鞠躬尽瘁为百姓 无英雄不禁暗暗为孙国伟可惜 孙国伟根本不懂赵长强 他不知道 和赵长强这种人斗争是非常愚蠢的 虽然赵长强的职位可能不高 但是赵长强的能量和胸怀却绝不是孙国伟能相提并论的 吴英雄微微叹了口气说道 赵长强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你已经将平川县的摊子铺开 就尽量好好的干下去 我估计这次天水市的提议还是不可能会被通过 一个县级市升级成为地级市 要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些是考虑 但是你放心 你们平川县扶持款应该会很快便能全额的拨到平川县的账户上 省里刚接到通知 财政部要派出一个调查组 估计明后天进入临河省 追踪调查扶植资金的去向 赵长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淡淡地说道 那感情好 呵呵 通过这件事 我西白 想和我赵长强玩牌 最好还是按规矩来 想跟我耍小聪明 没用 赵长强说这话的时候 脑海中已经想象到了孙国伟的狼狈样 不过 现在的孙国伟却一点狼狈样都没有 因为他压根还不知道 上面针对这次扶植款被挪用的事情做出的动作 此刻 孙国伟正广的办公室中 一边喝着前志广的秘书为他泡的热茶 一边商量着赵长强的事情 我觉得赵长强这个同志毕竟还太年轻 应该先把他调到其他的位置上 再历练两年 孙国伟试探着说道 孙国伟知道 提出人事调动方面的建议 有点跃全的嫌疑 但是他也知道前志广对赵长强也不敢冒 所以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前志广没有马上说话 而是端起了自己的水杯 轻轻地喝了两口水 孙国伟虽但是前志广 有些看不起孙国伟 孙国伟以前 只是某部的一个副司长 从来就没有管理一个地级市的经验 这次完全是因为某些人的运作才做到位置上 他的能力和已故地流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这一点从孙国伟刚刚上任 就迫不及待地动了平川县的扶植资金仪式上 就能看得出来 扶植资金是什么东西 是专款 孙国伟竟然连专款都敢动 除了说明他够大胆 还说明他够无知 孙国伟这样做的时候 前志广虽然没有干涉 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件事持肯定态度 他之所以没有干涉 是因为他的确有些不喜欢赵长枪 这个人有些太难控制他 想让孙国伟和赵长枪先过过招 看看两人到底谁更技高一筹 赵长枪跑到孙国伟的办公室 大闹一场的事情 前志广已经听说了 虽然孙国伟强硬地拒绝了赵长枪的请求 但是前志广却从来没认为 孙国伟已经胜利了 他很清楚 赵长枪是个既不想占便宜 也不肯吃亏的主 孙国伟动了他的奶酪 赵长枪绝不会善罢担休 前志广静静地等待着 想看看赵长枪如何向孙国伟出招 不过让他想不到是 现在他还没看到赵长枪向孙国伟出招 孙国伟竟然又向赵长枪出招了 而且是一招封侯 他要让赵长枪直接失去比寒资格 孙国伟竟然打算将赵长枪直接从县长位置上搞下去 这的确让前志广大吃一惊 吃惊之余 前志广更有些腻外孙国伟了 前志广心说 孙国伟 你想干嘛呀 满打满算你 才上任不过六天而已 这就想插手人事工作 你的步子卖得也太大了吧 不怕扯着担 想搞掉赵长枪 赵长枪下去了 平川县的担子谁挑 除了赵长枪 谁又能将平川县的担子挑起来 平川县现在可是全国重点扶持县 上面的眼睛紧盯着呢 这个时候去动赵长枪 这不是纯粹找死吗 别忘了 平川县之所以获得了全国重点扶持县资格 那是人家赵长枪带着全平川县的干部群众拼出来的 前志广虽然心中腻外孙国伟 但是脸上却露出一个笑容 只见他轻轻地放下水杯 笑着说道 孙市长 我们现在调整赵长枪工作 恐怕不好吧 为什么 赵长枪这个人嚣张狂妄 目无领导 丝毫没有组织纪律性 我看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吗 孙国伟说道 呵呵 赵长枪刚刚带着平川县的干部群众 齐心合力让平川县获得了全国重点扶持县的资格 如果这时候 我们却撤掉赵长枪的职位 岂不是会被人认为我们是在泄沫杀驴 过河拆桥 前志广说道 孙国伟一听前志广是因为这事不同意撤掉赵长枪 于是笑着说道 呵呵 前书记多虑了吧 我们不能否认平川县能取得全国重点扶持县的资格 赵长枪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功劳也不全是赵长枪的吧 再说了 赵长枪脾气暴躁 嚣张霸道 听不进别人的话 扶持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交到这种人手中让人不放心啊 前志广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心说 扶持资金是不少 但是不是都被你给截留了吗 赵长枪可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那是能撤就撤的人吗 嘿嘿 我如果听了你的话 将赵长枪撤掉 恐怕倒霉的就不单单是你自己 就连我也要倒霉了 想到这些 前志广放下水杯 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就不用上常委会讨论了 我不同意 赵长枪的工作不能调整 孙国伟不禁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前志广这一次 竟然将话说得这样绝 并且有些不客气 一时之间 孙国伟脸上的表情 便有些尴尬 他有种被前志广轻视的感觉 虽然他是二把手 但是好歹也和前志广是平级干部嘛 他怎么能用这种口气和自己说话 打死孙国伟都没有想到 他向前志广提出调整赵长枪的工作 原本是想投其所好 结果却触犯了前志广的忌讳 孙国伟根本就不懂前志广 他只知道前志广对赵长枪不感冒 甚至有些反感赵长枪 却不知道前志广反感的 只是赵长枪动辄就扛上 不把上级放在眼中的性格 他对赵长枪的能力 还是非常欣赏的 最重要的是 前志广和他孙国伟 根本不是一路人 孙国伟来到榆林市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整治赵长枪 而前志广 却是要把控整个榆林市的大局 让榆林市经济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 所以 前志广虽然对某些人会有看法 甚至会想办法打压一下 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 而决定对某一个人的任命 两人之间的谈话 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恰在此时 前志广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所以 孙国伟只好起身告辞 前志广只是冲孙国伟点了点头 然后便接起了电话 而孙国伟则自行离开了孙国伟的办公室 让孙国伟想不到的是 他还没有走下市委的办公楼 自己的电话便响了 电话是前志广打给他的 前志广让他马上回到他的办公室 并且语气非常的焦急 一改刚才气定神贤的样子 发生什么事情了 听他口气 怎么着急忙慌的 孙国伟一边心中嘀咕 一边转身 快步重新回到了前志广的办公室 发生什么事情了 前书记 孙国伟刚进门 就对眉头紧皱 正在地上走来走去前志广说道 我刚刚得到一个最新消息 天水市今天再次向省委有关领导提到了升级成地级市的事情 前志广有些懊恼地说道 孙国伟明白了 刚才前志广接到的那个电话 肯定就是关于此事的 前志广能这么快得到这个消息 看来前志广也不像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 他上面肯定也是有人的 让孙国伟不明白的是 天水市闹独立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不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成功吗 为什么这次前志广只是得到了一点内部消息 就紧张成这样 想到这些 孙国伟马上说道 他们爱反应 就让他们反应呗 天水市不是隔三差五 就向上面提个报告吗 这几年过去 天水市不是还是在我们的管辖之下 前书记 我真不明白 你这次为什么这么紧张 孙国伟来榆林市旅行之前 也是研究过榆林市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 天水市在榆林市的地位 天水市是不社区的市 虽然他接受榆林市的代管 但是很多事情 天水市是可以直接和省一级沟通的 所以 长期以来 榆林市对天水市的掌控力度就比较弱 天水市的市委领导 绝不像榆林市其他县的领导一样 对榆林市言听计从 很多时候 天水市都是对榆林市 因奉扬为 明理一套 暗理一套 最让榆林市的很多常委们受不了的是 天水市一直在闹独立 想不再接受榆林市的托管 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级市 也就是社区的市 然而由于 榆林市的坚持 和天水市自身的硬件条件 确实达不到社区市的标准 所以 天水市的提议 便一直没有获得省委的通过 愚蠢 前志广听了孙国伟的话 心中不禁暗骂了一句 口中却说道 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天水市虽然闹腾 但是他们的自身条件 确实达不到设立地级市的标准 但是现在不同了 怎么不同了 孙国伟诧异地问道 平川县已经和天水市方面通过气 平川县愿意划入到天水市 并且 天水市已经答应平川县 只要平川县划入到天水市 天水市马上会拨给平川县一个亿 用于平川的的经济建设 以便平川县能快速地成为天水市一个区 前志广说道 啊 孙国伟情不自禁地 啊了一声 他马上明白平川县为什么会这么做了 肯定是因为自己截留了平川县五千万扶植资金的事情 孙国伟虽然明白了平川县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是他却丝毫不认为是他将事情做得太过分 而是恼怒地说道 前书记 我看平川县的领导班子成员实在太嚣张了 特别是那个赵长强 干什么 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党的干部 不是山大王 平川县是榆林市的平川县 不是平川县委的 更不是他赵长强的 他们凭什么能让平川县化到天水市 孙国伟说的一份填膺 顾不得胸膛一个劲的高低起伏 喘气不云 继续说道 前书记 平川县宗伟阳和赵长强 在不经过于林市委同意的情况下 私自联系天水市 打算将平川县化归到天水市 我认为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 我建议于林市委马上召开常委会 商量如何处理宗伟阳和赵长强的问题 钱志广有些怜悯地看了一眼孙国伟 他感到孙国伟的智慧 顶多能干县长 现在让他来当市长 实在是有些小才大用了 都这个时候了 他竟然还在想着 将赵长强从平川县长的位置上踢下来 真不理解他的脑袋是怎么想的 他不用他那猪一样的脑袋去想一想 现在赵长强既然能将事情捅到神里 这说明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于林市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 平川县忽然做出的这样的决定 并不是心血来潮 它是有原因的 如果不是孙国伟截留了平川县四千万扶植资金 逼得平川县没办法 平川县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最可怜的是 孙国伟到现在还不知道 还有一个更悲惨的消息在等着他呢 孙市长 恐怕我们来不及 召开常委会商量如何处理宗伟阳和赵长强的事情了 因为刚才 我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平川县已经将于林市截留他们扶植资金的事情 直接捅到了财政部 财政部已经开始着手组成调查组 到我们于林市来彻底查清扶植资金被挪用的事情 钱志广看着孙国伟说道 他现在是真的为孙国伟感到可悲了 孙国伟只感到自己的脑袋里好像忽然闪过一道闪电 想起一阵惊雷 直接将他的脑袋弄成一锅江湖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平川县竟然会把事情直接捅到财政部 更没想到财政部竟然会如此看重此事 还要派调查组亲 自下来调查 钱 钱书记 那我们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孙国伟有些磕巴地问钱志广 孙国伟很明白 如果调查组真的下来了 自己这个才上任六天的于林市长 恐怕就要下课了 孙国伟的心像猫抓一样难受 上任六天就被下课 这种事情如果一旦发生 自己将会成为华国自从建国以来 下课最快的地级市市长 更严重的是 自己不但会成为全国的笑柄 而且还很有可能要面临党纪国法的严惩 挪用专款这种事情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网小了办 屁事没有 毕竟钱不是被孙国伟一个人私吞了 而是被他拿来办别的事情了 他完全可以将当初驳斥赵长枪的那套理论搬出来 但是如果网大了办 这事就可以上纲上线了 即便你有一万个理由 挪用专款也是不对的 封建社会私自开国库赈灾 那都是杀头的罪 振极灾民的理由够充分了吧 未经允许 善开国库 杀无赦 钱志广看着眼巴巴 看着自己 想让自己给他拿个主意的孙国伟 心中对他的鄙视更甚了 遇到事情 不是先自己考虑如何解决 而是第一时间问上级怎么办 这是典型的副手思维 副手是没有拍板权的 所以遇到事情 他的第一思维 就是先请示正职 孙国伟在某部干副司长干习惯了 还没有从这种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 要知道 他现在虽然是榆林市的二把手 但是在政府口 却是真真正正的一把手 他是有决策权的 特别是现在这事情 本身就是政府方面的事情 而且还是牵扯到他自己的 他竟然问钱志广怎么办 钱志广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如今之际 第一要务是 先把已经拨下去的钱收回来 然后再想办法应付上面的调查组 最好的办法就是 能让调查组不下来 如何阻止调查组下来 想必孙市长应该有办法吧 挪用专款这件事 虽然不是钱志广操作的 但是他毕竟是知道的 并且 他是榆林市的一把手 如果调查组下来 真的想将事情往大了搞 他这个市委书记搞不好 也得陪着孙国伟吃挂腊 那可是钱志广绝对不愿看到的 所以钱志广才让孙国伟 想办法阻止调查组下来 孙国伟背后站着的是向家 钱志广相信向家有能力化解这次事端 有办法 有办法 可是那些钱 我们已经拨付下去 还怎么收得上来啊 孙国伟苦着脸说道 收不上来也得收 告诉下面单位的一把手 谁敢不把钱都吐出来 谁就赶紧卷铺盖滚蛋 别害怕市委常委层面的事情 大家都是明白人 他们不会出手给你屎半子的 你赶紧去准备吧 我得和省里联系一下 不能让天水士得逞 钱志广下了逐客令 孙国伟离开后 钱志广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 喃喃自语道 赵长枪啊赵长枪 你这个混小子可够愣的 竟然甩出了这么一个大招 让我都有些手忙脚乱啊 看来我应该修正一下对你的看法了 钱志广忽然意识到 自己试图利用孙国伟 打压赵长枪的做法 简直是太愚蠢了 想通过打压赵长枪 来达到控制赵长枪的目的 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因为赵长枪这个人 是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打压的 这是他的性格 和他的职位级别无关 即便他只是一介草民 如果有人想打压他 他也会奋起反抗 他就像一个强力弹簧 你压得他越厉害 他弹得也就越厉害 最终受到伤害 不是弹簧而是压他的人 钱志广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老领导 我是小钱啊 今晚有没有空 我想过去和你汇报一下工作啊 好 好 那我现在就出发 应该能赶在您下班之前赶到 挂断电话之后 钱志广微微叹了口气 让秘书招呼了司机 然后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要立刻赶往林河市 天水市这次来势汹汹 是要独立 自己这个榆林市委书记 不能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付啊 赵长强这个混蛋太能做了 奶奶的 引火烧身了 钱志广林出门前还嘟嚷了一声 当钱志广一路赶往省城林河市的时候 孙国伟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生闷气 他刚刚给向奎阳打了电话 将这边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燕京市的副市长向奎阳 这些天被侄子向少杰的事情 正弄得焦头烂额呢 没想到孙国伟这边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让孙国伟对付赵长强是不假 可是他也没让孙国伟去截留平川县的扶持款啊 赵长强是什么人 那可是个你不招惹他 他都想从你身上啃下一块肉来的人 你孙国伟竟然敢截留他的钱 他不找你的麻烦 找谁的麻烦 向奎阳把孙国伟骂了个狗血喷头 可怜孙大市长 自始至终连个屁都没敢放 只是恩啊恩啊的听着向奎阳 直到将一身的火气出得差不多了 才说道 孙国伟 你现在当务之急事 马上将钱都给追回来 然后原封不动的 打到平川县的账户上 然后尽快去和赵长强赔礼道歉 啊 给赵长强赔礼道歉 我们不是要对付赵长强吗 干嘛还要给他赔礼道歉 孙国伟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 我让你对付赵长强 是让你想办法引诱赵长强犯错误 或者当他犯错误的时候 将他的错误无限放大 不是 让你自己将自己的把柄交到赵长强手中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明面上 你必须要和赵长强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样赵长强才能对你放松警惕 你现在和赵长强的矛盾已经到了明面上 他处处提防你 你还怎么去抓他的把柄 再说 你刚才不是说过 赵长强正在积极运作 想将平川县划归到天水市吗 我告诉你 这是绝不能让赵长强干成了 而要想阻止赵长强运作这件事 你们榆林市市委市政府 就必须马上去做赵长强的工作 向奎阳说道 哦 老领导 我明白了 可是调查组的事情 孙国伟还是有些担心地说道 行了 你把你那边的事情搞定 调查组的事情 我来帮你处理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尽量不要让这个调查小组下去 就这样吧 向奎阳挂断了电话 孙国伟挂断电话后 抓起面前的水杯 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口 然后待了片刻 接着竟然扬起水杯 恶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咔嚓一声响 顿时玻璃渣子 茶叶墨子 伴随着热水珠子到处飞溅 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 孙国伟忽然想起来 这个水杯还是今天早上 秘书小刘给他新买的 以前的那个 昨天已经被他摔烂了 而让他摔杯子的原因 也是因为赵长枪 孙国伟又想起来 赵长枪昨天来找自己的事情 他仿佛感到自己的脸 正被赵长枪打得啪啪作响 他仿佛看到赵长枪 正在无情地嘲笑自己 就在昨天 也是在这个办公室 他孙国伟曾经亲口告诉赵长枪 他不会把钱再交给平川县 他还信誓旦旦地告诉赵长枪 他孙国伟做过的事情 从来不后悔 他还要和赵长枪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然而这才一天过去 自己就要让有关单位 将钱都给还回来 然后再打到平川县的账户上 更让他郁闷的是 向奎阳竟然还要 让他主动去给赵长枪赔礼道歉 这让孙大市长情何以堪啊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些有关单位的一把手 会把到手的钱 再老老实实地吐出来 就算他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压下 能将钱吐出来 自己这个出尔反尔的市长 在他们心中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还有什么 威信可言 原本想借着此事 在打压赵长枪的同时 也在于林市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没想到 最后竟然成了这种样子 这事情 就算放在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 都让人憋气带窝火 别说堂堂孙大市长了 孙国伟虽然郁闷得要命 但是该干的事情还得干 他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将外间的秘书喊了进来 说道 小刘啊 你通知一下有关单位 让他们将前两天拨下去的款子 立刻再还到于林市的账户上 通知那些头 头脑脑们 谁如果想在这件事上耍花招 谁就卷铺盖滚蛋 就说这话是前志广前书记说的 好吧 孙市长 我这就去 刘秘书答应一声 转身离开了 哦 等一下 出去后 让办公室派个人过来 将我的房间打扫一下 刚才不小心将水杯又摔碎了 孙国伟说道 哦 明白了孙市长 刘秘书一边答应 一边心想待会儿 是不是直接给孙市长 批发一箱水杯 没办法 少了不够摔的呀 不说于林市方面紧急行动 要阻击赵长枪这套组合拳 再说赵长枪 当日赵长枪离开吴英雄的家时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他和林浩在林河市分道扬镳 林浩直接赶回家和市 由于时间比较紧 所以赵长枪没有去见李若平 而是直接返回了平川县 在回平川县的路上 赵长枪接到了越南山的电话 枪哥 你让我查的事情都查清楚了 越南山在电话中说道 哦 都查清楚了 快说说看 赵长枪惊喜地说道 无论什么时候 越歌都不会让人失望 这两年的确有大量的毒品流入我国境内 这些毒品主要是冰毒 还有一些新兴毒品 负责这件事的是山口祖 一个叫左少卿的华国人 越南山说道 真的是左少卿 赵长枪情不自禁地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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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在阅总